黑洞市和平區是驚傳了山難的意外 原本有兩個人 他們相約登山要挑戰羅馬縱走 沒有想到下山溯溪途中 被溪水給沖走 儘管是受到颱風的影響 不過搜救隊仍然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持續找人 民眾交集的跟搜救人員說清楚 到底在哪裡走散的 那變成就是根本就來不及 後來就 然後就衝走 我也完全被衝走 對 我們兩個都同學被衝走 兩名登山客國慶連假最後一天 到了台中和平區 一起挑戰攀登羅馬縱走 攀登馬五左葉群山 以及羅葉尾山 沒想到下午下山在溯溪途中 其中一名54歲理性男子 被溪水衝走 失蹤了 雖然說這個還是很湍急啊 受到原規颱風影響 山上風大雨大 溪水暴漲十分湍急 現場救援困難 在涉水時因溪水湍急 一人遭溪水沖走 警消 預消零物局 人員及本所警員 仍持續搜救中 警方出動空拍機持續搜索 多個單位立刻組成搜救隊 在現場持續找人 要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希望能夠盡快傳出好消息 記得許凱迪 富麗佳 台中報導